- 参加节目的时候160斤,真假的 - 我现在都没有160斤 - 怎么可能160斤啊 - 自己哭点很低,真假的 - 假的 - 我对耶,哭点很高 - 我是黄泳吗? - 你们这时候不要怎么 - 我剪一堆呢 - 在旁边跟你说 - 会的会的会的 - 会的会的会的 - 手指很软能撇到手背,真假的 - 嗨,酷的相对人朋友们,大家好 - 我是游掌静 - 做一个帅酷的爱道不好吗? - 为什么要辛苦出专辑? - 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音乐 - 然后传递给大家听一些比较 - 就是对的价值观 - 还是一些温暖吧 - 给大家带一种力量 - 做专辑的人也挺帅酷的 - 帅酷吗? - 可恶 - 你都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寻找音乐灵感的呢? -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 真的不能就是说 - 就好像作业一样 - 就是我今天必须要写一首歌 - 这样子 - 因为他有时候就突然就是 - 灵感一来 - 就是 - 可能哪怕就是我看了 - 看电影看了一半 - 哎不行暂停一下 - 我就忙忙就去房间 - 就是想一定要马上 - 想到就马上 - 不然就录起来 - 如果在外头的话 - 然后所以我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 - 我也会带着那个电脑 - 还有那个比较方便携带的那个电子器 -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创作的那种 - 会比较方便 - 我不需要灵感 - 因为我就是灵感 - 整个专辑的制作过程中 - 遇到了哪些困难? - 不难 - 硬要说的话 - 我觉得做专辑其实不难 - 就是它其实就是 - 我还蛮乐在其中的 - 如果硬要说难的话 -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我是 -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 然后呢 - 因为这个毕竟是我自己的专辑 - 然后在很多表达上 - 我就要去跟很多人去说我的想法 - 就是说这个不行我们一定得改 - 然后就是一次二次劝不停的话 - 然后我就跟自主人就劝到他停为止 -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 大家等到现在 - 然后专辑还没出来 - 其实到了很多 - 已经到了混音阶段 - 然后混出来会觉得 - 这个不太行啊 - 不然我们重录吧 - 所以就是会比较 - 男是男在这里 - 所以也因此花超了很多预算吧 - 哈哈哈哈哈哈 - 是蛮还可以啦 - 就是 - 是 - 解决困难的方法有什么呢 - 大家就是把问题讨论出来 - 然后就是一起解决问题最重要的 - 然后 - 这样好吵 - 哈哈哈哈 - 以往按摩 - 到两天再减满桌面了 - 作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 最想向大家表达一些什么呢 - 我觉得整张专辑 - 我可能比较自私一点 - 我还是可能会围绕在我这边 所以我们在专辑的过程 制作过程中 跟作曲老师 还是作词老师 都会一直探讨 就是这一次我比较想 用我看待一件事情 人事物的一些态度 然后去写一些歌 所以也是为什么 我们的那个作品声称 就是产出会比较慢 是因为一直不同 一直在一些小细节 去磨合磨合这样子 自己最爱哪首歌 我觉得专辑每一首歌 我都特别的喜欢 当然是我自己的歌 这是我宝贝 我不喜欢她喜欢谁 为什么你总能写出 很多有浪漫 励志有深度的句子 你真的觉得我有深度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这么想 可是我自己不觉得我有 因为我平时可能就 看东西比较多 然后看很多的时候 你很多句子会 绕在你心里面 然后就会觉得 可能这句话会给我带来 带来那种 可能在我比较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 我突然看到这个句话 特别有力量 然后我就会 可能会尽可能记下来 然后也通过现在就告诉给大家 我其实我没有深度 自己上网冲浪水平怎么样 我应该七级 我很快 就你们想象不到的快 就知道你们没看过 我就没看过东西 分享一个可以说的生日愿望 这是最官方也是最真实的回答 就是希望自己这一年多累积下来 这个再做这张专辑 然后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然后更多人听到同时呢 也会可能在他们需要的某个时间段吧 给他们带来一些 不能或者的力量 分享一个不能说的生日愿望 不能说的怎么可能会在这里说呢 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什么吗 现在体重多少 包包体重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力过flag之后捡了多少斤 力的flag了过后捡了 已经差不多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可是就是有在努力中 然后具体就是捡了多少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 我喜欢时候换头下 如果不成功真的不再换回来了吗 我感觉我这个人就从来没有不成功的时候 如果专辑大卖会怎么庆祝 自己可以再重回下一张 如果销量不理想呢 我们就可能会看我在大街上 然后就是戴着口罩卖专辑 啊深深看一下 有少见专辑 对要变个声音 打字还是语音 语音 因为我觉得打字其实还蛮容易产生误会的 因为语音那个态度语气 那些会比较准确一点 想当世界上最丑的天才 还是最帅的傻瓜 最帅的傻瓜吧 因为从小我就想当个滑亭 可是不知不觉又走了 粉丝胖石金还是自己胖石金 你们就帮我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辛苦你们了 喜欢别人叫你儿子还是老公 叫宝贝 叫宝贝 期待年夏恋还是年上恋 其实好像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年纪没有 没有 女团舞还是广场舞 那个叫广场舞会比较擅长一点 女朋友还是好兄弟 我觉得 女朋友应该会 体贴我去找好兄弟 哈哈哈哈你这是送命题耶 你这太可怕 我在冒一身汗 在我台上是裤子开裂还是唱破音 哈 唱破音吗 裤子开裂太可怕了 哈哈哈哈 暗面还是表白 暗面 因为我真的还蛮内向 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还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看你想听带领对的人 还是听夏雅仙错的人 安德拉贝币还是杨颖 谁更美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你们以为我不懂是吧 大狼狗还是小奶狗 这个问题很恶心 嘿嘿嘿 那你是大狼的玩笑吗 不想回答是吧 哈哈哈哈 画画的baby还是飞鸟雨缠 画画的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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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到我会吗 我觉得奇迹 现在翻牌子咯 会安排线上演唱会吗 因为说实话我原本在 原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今年会有 原本大家也知道这个情况吗 原本想说在中旬的时候 办一个演唱会这样子 跟您情况关系 所以只能摸到以后 那线上的话 我们也在一步一步进行 可能今年今年年底 或每年就会 跟大家见面 会安排一首小甜歌吗 小甜歌 小甜歌要多甜呢你们 马卡龙呗 实体专辑能不能播限量 那你们就说 你们想要多少张才够 能不能安排和抱抱的居家 可抱抱他本人比较害羞 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哇那我可以不要出镜吗 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说那不出镜 就是我们用意识沟通 然后就走过去原本想拍他 哦你不想拍是吧 其实是自己懒得拍 有没有想过给告抱写首歌 他因为他正在变生期 他当他就变生期过 然后 哈哈哈哈 我想就是 才让他开始学 学完了过 我就接一首歌让他唱 9月19号的时候 会发一首歌曲叫做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有些时候大家应该 停下脚步 然后去看看就是 曾经回想一下曾经的自己 或者看看现在 其实有时候可能 现在是你想成为大人吗 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我觉得 某些时候会带来 一些不同的感悟 我觉得可以大家 可以在这五歌里面 去得到一些 这样的力量吧